台北时间今天下午1点21分 四川省乐山市金口河区发生了规模5地震 镇压位于峨眉山市附近 镇源的深度只有14公里 虽然官方表示还没有收到伤亡损毁报告 不过有当地媒体发出的照片 地震发生之后有车辆被摊坊土石掩埋 医院的消息说至少有两人受伤 而根据乐山市当地的居民表示 地震摇晃至少持续了10秒 四处都是尖叫声 包括乐山市成都宜宾等地震 都是感觉到相当明显的 那么是否有进一步的伤亡消息 我们将为您跟进报道